大家好 氣象局在今天上午11點30分 發布中度颱風 梅基的陸上颱風警報 目前它的位置已經來到了花蓮的東南東方 大約620公里海面上 過去它的強度仍然維持近中心最大風速 每秒40公尺 它的強度雖然不變 不過它的暴風半徑 由於追風計畫所回傳的資料 已經由原來的220公里擴大到250公里 所以以這樣的大小 以及它未來移動的方向 會以每小時22公里的速度 朝向台灣來接近 所以我們預測 台灣地區未來受它影響最大的時間 就落在27號一整天 一直到28號的上午之前 所以提醒大家特別留意 那另外有幾個關鍵的點就是 明天27號清晨開始 暴風圈就有機會 逐漸的影響到台灣的陸地 那28號的上午前後 暴風圈就會逐漸離開台灣陸地本島 所以在這段期間可能要特別提醒 在台灣地區 在27號到28號的清晨之前 可能要特別注意有強風好雨的出現 那28號白天之後 可能隨著颱風逐漸的移向金門地區 所以台灣陸地的風雨 28號清晨之前 有機會稍微緩和 不過金門地區的民眾也不要掉以輕心 那接下來有關於警報期間 美濟颱風對台灣各地區的風雨的時程 用一張圖來跟大家做個說明 那目前的位置是在這個地方 那上面是代表12小時的累積的雨量 那今天上午一直到今天晚上 也就是白天的這段時間 整個下雨的狀況來講的話 只有在北台灣地區 可能有一些短暫陣營的情況 不過由於颱風的靠近 外圍沉降作用 今天台灣各地區在白天這段時間 基本上下雨的情況 應該是比較緩和 天氣是比較穩定的 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 越晚隨著颱風西進 台灣地區風雨的部分 特別是東半部以及北部地區 風雨將會逐漸增強 那從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8點鐘的時候 可以看到 花東地區跟宜蘭地區的整個降雨 開始明顯增加 那另外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颱風預計在27號 在下午之後 有可能在台灣的花東交界一帶來登陸 所以在這段時間 整個東半部地區的雨量 都會迅速的增加 另外要提醒的就是 在台灣的西南部地區 要等到颱風在27號晚上20點以後 慢慢的進入到海峽 風場逐漸轉為西南風 所以台灣西南部以及中部山區的雨量 就會迅速的增加 整個情況來看 還是要等到28號白天之後 整個降雨的情況 本島的部分應該會逐漸的稍微緩和下來 不過要提醒金門地區的雨量可能會持續中 那至於這個風的部分來講的話 颱風既然在27號一直到28號的上午之前 這段時間是最接近我們 所以風力來講可以看到 紅色的10級的暴風半徑 預計會在27號的最暗時間會達到最強 我會提醒大家 在颱風還沒有受到陸地破壞 在27號這段時間 預計會使得台灣地區除了雨量之外 風的部分也不要掉以輕心 以上是最新的颱風動態說明